今次兩會 香港融入了國家發展大局 成為了很多人跡跡落到的話題 今次V仔請到第一次出任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的沈浩傑律師 來分享他對人財流動 三地司法互通 和說好香港故事的想法 一起來聽聽他怎樣說 既興奮又緊張 亦都覺得很興奮 興奮的原因是因為 這次首次擔任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所以對於我們來說 所有事物都很新鮮 都會緊張自己的表現 能達到市民的預期 能達到國家的預期 有張強保存 覺得光榮就是因為 其實我們這次來到 都可以說是 見證了歷史 香港要融入大灣區 融入國家的發展大局 其中一個很重要 是人財的流動 是相向的流動 當你失業率 其實三點多的時候 其實已經是等於幾乎 是全民就業 如果能夠多些 內地的人來到我們香港 高作的話 其實這個不單止 影響了香港人 自己的飯碗 其實反而是補充了 我們現在香港流失了的人才 我們不只是在勞動市場 跟我們自己本地的人來競爭 我們應該跟整個國家的人才去競爭 以及向整個世界的人去競爭 譬如牽涉一些民事有合約的 那些其實可以透過合約去講明 當然另外也會有一些情況 情況就未必有合約 過去有一些國際法 看回那個實際情況 一些法律有些規例去尼定 究竟應該以哪一個地方的法律為準 所以在民事方面 我們看到其實過去都做了很多工作 未來也會看看有什麼空間 是法律可以幫助得到的 靈度兩地的司法輔助 看看哪些是成熟和可行的時候 我們提見到國家 希望更加進一步進入 大灣區的發展 都會令到這些在法律上的問題 可以令它更加流暢 更加清晰 減少爭議 不同的固體 以不同的方式 我們都要去搞好香港的故事 而我們每個人可能都有不同的轉場 我都沒有說 用哪種方式更好 只要那種方式是可行 亦都令到我們不同的骨組 可以收到這些訊息的話 亦都聽得懂這些故事的話 其實這些方法 都是一些好方法 我們亦都要嘗試去做 所以其實我們應該要說多些 因為真理是決變原理 都是一個通話 我們希望大家再找一個 一段更多的 會做更多的 我們希望大家有些事 你會做更多的